阿隼,最近王朝的海旁開了一間中餐廳,非常多元化 多元化的意思是上海菜、北京菜、粵菜,任君選擇 而且大排研究得,私人聚會都得,完美 這麼棒的地方,哪裏找呢?不如現在試試菜式 最近這間新開的中菜都可以說是成中葉話 它逆市開張,店舖還可以放到很多位 還有自備的茶具、茶桌,讓客人自己沖壺好茶喝 你看我現在沖就知道,設備非常高級又不失優雅 正是環境都這麼誇張,一定有信心才做到這麼大 主因就是他們的師傅都很有了 在基本中菜裡,花心思做好細節 第一份出來的是XO醬炒帶子 你會以為不是又是那些東西? 其實XO醬也是師傅自己用瑤柱、蝦米和其他調味料調製出來 用來炒東西,很香海鮮味 至於另一個特點,就是他煎帶子的手法 是吸收了西方的做法 在兩邊面,香煎至焦脆才開始炒 不是傳統酒油再炒的做法 好處就是粒粒帶子的面都有起焦的感覺 而且沒有那麼油,令帶子的口感豐富了 雖然是一個小步驟,但就有不少進步 另一個鹽谷本地海染仔蟹 其實本地的染仔蟹本身都很出名 不一定每次用來老的 本地貨雖然小一點,但高多賀薄 這樣算又吸引一點 師傅說鹽焗就最原汁原味 鹽焗,是不是就這樣整堆鹽焗就可以了? 其實也有些功夫 落花之前,要炒熱一點鹽 炒走潮濕水氣,提升它本身的溫度 還有薑蒜和乾蔥 再連蟹放進本身的熱沙窩裡 一起燒焗它的杜熟 一點鹹香吊起蟹的高味,簡直一流 來選這一邊箱的油炮筍殼魚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都要考買貨的眼光 這裡就會選一些野生黃皮筍殼魚 當然,野生多活動空間 魚味和魚油就一定豐富一點 油炮過之後,既香脆又不失它本身的肉汁 再配上師傅特調的蒸魚豉油 也算是絕配 還有這個蒜蓉芝士焗青龍蝦就很划算 十二兩到十四兩左右 街坊的,非常划算 喜歡吃龍蝦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在表面滿滿焗到焦香的蒜蓉芝士 配上爽彈的青龍蝦肉 龍蝦味和芝士蒜蓉 無論如何都是絕配,不能輸 街坊的,其實真的不妨叫兩隻試一下 哄一下自己 吃完這幾味,你以為夠了嗎? 其實還有幾道更精彩的在後面 寶天,吃完一輪海鮮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不同的味道吧 不如 好,不同味道 但我們還有一個海鮮味 不如先吃那樣東西吧 不,還有海鮮? 當然啦 有一個叫乾燒大桂蝦 就是我們旁邊的一隻 沒錯 正是造型都好像很漂亮 而且放在手上可以鋪滿整個手掌 所以它的成本價都不少 聽到誇張 剛剛聽回來 這個價錢 沒辦法 要回一些美貨 當然有差不多的價錢 今天吃到真正 對,還有其實做蝦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方法 乾燒也是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方法 因為夠了香口 沒錯 還有保留裡面的鮮味 有時候如果焯的話 鮮味隨時放入水 但是乾燒的話 保留在裡面 其實吃大桂蝦 個人覺得最重要是吃它的肉質 除了鮮味之外 因為一咬下去 它是爽脆之餘 還有咬頭 可以咬下咬下咬下 我最喜歡就是它夠大咬 沒錯 剛才吃的鹽仔已經有高 超棒 加上這個蝦一流 我們吃完海鮮 是時候要吃肉 好啊 吃什麼好呢 我們吃這個 這個叫做 蔥油日本佐賀A5和牛肉眼 嘩,挺長的 名字很長 賣相也很漂亮 而做法方面 其實就不是說 要經過很多道的工序 很簡單兩道工序 但是最重要就是 帶出它本身的味道 其實你說 很簡單的做法 但是其實要師傅有一個心思想到才行 當然是 我覺得它的做法非常有心思 好像它用水輕輕搓一搓和牛 然後加上薑蔥 再灒油 嘩 嘩 聽起來簡單兩步 但是最重要就是這兩步 令到它本身的肉質 和肉香 保留得最好 嘩 而且如果時間太久的話 牛肉是會 粗口 或者本身的油香 本身的油香 都沒有了 整件事 但這個不怕 很棒 因為其實我們也等了一段時間 剛剛入口還是暖滑 而且最棒的是它的油份 因為它用A5和牛 是 它的油份和肉其實分佈得很好 入口是有化的感覺 化之餘你 其實肉香也很重 平時有時候入口即溶的牛肉 真的只是吃油味 或者享受那一刻溶了的感覺 但現在肉香也好 裡面的油份也好 還有肉質也好 有少少的咒頭 亂滑的感覺 嘩 嘩一聲的入口 嗯 而且它用蔥油這個做法 我覺得也是 有點少清新的 現在這樣吃 我覺得是 叫做 清泉的感覺 真的 因為有些 蔥的香氣 下面再放一些菜 其實 菜和肉之間的膠容 那種味道 這個真的要必點 我覺得 除了這個必點之外 另一個必點 就是這個 戰斧 這個也有一個很長的名字 就叫做 京烤萬煮美國斧頭牛扒 嘩 厲害了 這個斧頭把 就不是一般的做法 放入焗爐 或者叫做 烤熟它 那麼簡單 它這個呢 用慢煮的方法去做 用75度左右的溫度 就會放入爐裡 去不斷 稍微抽乾一點點的水分 保留一些肉香在裡面 而且它用 不是我們一般想的慢煮 用膠袋包著它 慢慢慢慢煮 它用爐 慢慢烤乾它 它的重點就是 吃進口更加甘香 嗯 沒錯 因為平時 如果真的用膠袋包著 它更慢煮的話 它水分就會保留得更多 但是它說 這個風味 就是要水分少一點 主要是要吃肉香和肉質 剛剛加了精華給你 嘩 這個醬不得了 師傅就說 用烤過的骨 放進去 熬出來的牛骨湯 平時如果沒有烤過的牛骨湯 吃下去就會有牛香味 是 和清澈一點的 清澈一點的 但是這個 烤完之後 會有一種燒烤的感覺 有種我覺得是 好像美國燒烤的風情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 我們剛剛上台說 嘩 這麼野性的 好像 這麼生的 牛 但其實原來不是 而且它用到75度 其實那個 恆溫已經是去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都不會太生 嗯 沒錯 看上去 好像紅當蕩 嘩 這麼生 怎麼吃 是不是很肉的 其實不是 吃下去 熟的 可能是因為它 一個叫做 慢著的煮法 令到 本身的肉色 和肉質 保留得很好 嗯 最後 我們今天吃了這麼多東西 來到最後 當然要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師傅自己的家鄉菜 沒錯 師傅本身是客家人 有這道菜 叫做客家煮雞酒 聽過的餅 就知道 酒香 是非常之濃郁 沒錯 這些菜是客家人 可能生完BB之後 就會是進補的一道菜 而且他們說 其實這個菜 是很受女士歡迎的 我剛才說的 而且它很滋補 很嫩身 其實有些體虛的女性 都很適合吃 還有就是 為什麼酒味這麼濃郁 因為我們平常吃雞酒 或者是外面的 叫做 用酒做的雞 其實那個酒香 都沒有那麼濃 因為我剛聞起來 真的有點工備 因為它用了酒租的黃酒 對 客家的黃酒去租 沒錯 所以聞香 吃下去 那種味道更濃 還有雞肉 很彈牙 對 為什麼會做到雞肉 雞皮很彈 完全是不老 但是夏天來說 聽說都挺受歡迎 剛剛說很多太太來 她不只是點一鍋 這麼大鍋 點三鍋 今天我們介紹了很多菜 除了很多好食物之外 我們都見識到大盆圓 就是什麼場面 嘩 坐二、三十人 沒問題 沒錯 如果你說不是那麼多人 小小的 一家人聚有餐 又可以 沒錯 而且有很多選擇 有傳統的中菜 也有西式的 Cossova 也有很多元化 而且是新開 我找不到不來吃的理由 好囉